为庆祝中国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 4月22号至25号将在青岛 进行包括海上阅兵在内的多国海军活动 今天前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 海上阅兵活动的多国海军舰艇 陆续抵达青岛港 早晨8点来自文莱海军的达鲁塔克瓦号巡逻舰 在博物中缓缓驶入青岛港 达鲁塔克瓦号巡逻舰 贤号09排水量约1600吨 是文莱海军的主力战舰 也是东南亚最先进的近海巡逻舰之一 而随着达鲁塔克瓦号的入港 青岛港迎来各国军舰进港集结的高峰 紧随其后驶入青岛港的是 印度海军加尔戈达号导弹驱逐舰 和沙克地号综合补给舰 加尔戈达号是印度海军最新型防空导弹驱逐舰 排水量7500吨 半小时后韩国海军的新型护卫舰 金基号也在脱船的牵引下 缓缓驶入青岛港码头 金基号舰陵只有5岁 排水量3000吨 以近海作战和速度快建长 孟加拉国海军的决心号 也在9点45分缓缓驶来 决心号是2015年入列的青岛护卫舰 与它同一级的护卫舰目前共有4艘 全部由中国建造完成 已于去年全部交付孟加拉国海军 澳大利亚海军的穆尔本号导弹护卫舰 是中国海军的老朋友 2017年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友好访问澳大利亚时 它就担任引导船 2018年穆尔本舰也到中国湛江 进行友好访问 澳大利亚海军的穆尔本号导弹护卫舰 是刚刚靠上了博位 正在完成最后一些停泊的工作 我们看到在现场码头上 我们人民海军的水兵列队 同时我们军乐队也是演奏出乐曲 对远道而来的这艘客人表示欢迎 给大家介绍一下 澳大利亚的穆尔本号护卫舰 吨位大概是在4000吨左右 是一艘中型的导弹护卫舰 虽然这艘舰离已经有30多年了 但是它整个的武器装备 还是相对比较适应 现代化的海战的要求 同时它在澳大利亚海军当中 依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让澳大利亚海军能够成为 在大洋洲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 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